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帅在决赛中11-17赋予伊朗选手,无缘夺得个人手梅亚运金牌,赵帅是中国跆拳道今年涌现的新星,不过在最初练习跆拳道时,赵帅只是江苏女队队员张华的陪练,不过此后的赵帅竟不省速,并在2016年里约的奥运会上,获得男子58公斤级冠军, 为中国跆拳道,实现了男子项目奥运金牌赢的突破,一年后的跆拳道世锦赛中,升级为男子63公斤,积的赵帅,赵帅终于是1比5级8伊朗选手和赛尼,夺得冠军,正是他首次获得世锦赛冠军,也是中国男子跆拳道首枚世锦赛金牌, 去年的全运会,赵帅在跆拳道男子68公斤,集决赛,终于8比5大胜赵潘峰夺冠,夺得首枚全运会冠军,不过在2014年的人川亚运会上,赵帅在第四楼比赛的最后5鸟以1分之差,赋于该级别冠军伊朗选手,最终获得台拳道男子58公斤第5名, 在今年的世锦赛大满贯总决赛上,赵帅在男子68公斤,以下级决赛中大比分败着韩国选手李大勋,无缘冠军,在今天的比赛中,赵帅在8分之1决赛中24比4狂胜塔吉克斯坦选手,晋级8强,在4分之1决赛中,赵帅面对一位蒙古选手的挑战,两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,赵帅在第一局, 就三次踢中对手升起,取得8-0领先,第三只,赵帅更是4次踢中对手头部,拿到12分,最终25比5级外对手晋级4强,在今天的霸决赛中,赵帅迎战一名中国台北选手,第一局,两人都背扣了分,赵帅背扣2分,大比分1比2落后,第二只,对手率先踢中赵帅达到1分, 不过随着比赛的进行,赵帅积极调整,在这一局两度用脚踢中对手身体拿到4分,将比分折至5比5,第三只,赵帅率先击中对手,取得6比5领先,最后一分钟,对手被罚分,赵帅取得8比7领先,最终赵帅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,击败对手晋级决赛, 第二,在台拳到决赛中,赵帅迎战一位98年的伊朗选手,赵帅今天的表现并不理想,在第一局比赛中就是大比分落后,虽然在第三局中奔起直追,但是最后还是无力追回比分,最终11比17输掉了比赛,无缘个人手没亚运金牌。